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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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你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 是怕天下人会更加恐惧我幽灵殿 更加恐惧我上官如风 我何惧之有啊 你幽灵殿背后坐下的恶事 如果朝中没有重要的人物帮你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你可以不怕暴露 一意孤行 可你背后的人因为你陷入危险境地之中 你觉得他能放过你吗 那我太感谢你了 楚兄 只要你把那些证据送到朝廷之上 那人能保命 就已经是妖天之心了 他哪有余力来对付我啊 啊 到时候谁对付谁 还不一定呢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上上 王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有脸问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竟敢在背后阴我 好 蜥儿 楚云霄 放开他 快 星辰 怎么会这样 那就得跟上官大庄主了 这个女人知道了所有内情 你为何不杀她 陈锋 陈锋 沈月 他是我的人 你以为我对你没有一点防备吗 任由你打着我的旗号 在外面为所欲为 陈锋 叫王爷对你许了什么 啊 王爷对你许了什么 庄主 对不起 我父母都是王府的下人 我也是被王爷一手带打 重云霄说得没错 我果然是孤家寡人 王爷 成王百口 这一场算我输了 楚云霄你带走 冷星成我带走 如何 走 你在背后阴了我 就这么容易走吗 王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你对这个女人倒是挺在意吗 你若亲手杀了她 我便相信你的话 如此 之前对你的所有承诺 依然有效 你若下不了手 是否 你就等着和他们一块儿死吧 赐过我富贵先中秋 要想大富贵 怎么可能不忘大风险 我说不放手一搏 我连希望都不会有 闪光如风 杀了他 你也活不了他 上官如风 你本来可以做一个人人敬仰的大侠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生来富贵 肆意将火的 我这一生害过很多人 也杀过很多人 不差你一个 我 你 你 你 张主 保护星儿 张主 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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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别跑 不错 确实有当年铁钟堂的影子 可惜呀 可惜你跟你爹一样 爱关心事 注定要死于非命 看来我楚云霄 今天是走不了了 九王爷 我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 想请教你 说吧 我铁家跟你有何恩怨 为何要赶尽杀绝 灭我满门 当年我以亲王之罪 亲自找铁钟堂商议 我想 只不过是让他在夺敌之争中帮我 却被他如此羞辱 我能不恨他吗 来 铁将军啊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只要你答应为我出力 等有朝一日 我坐上那把椅子 你们铁家呀 就是世袭罔替 与国同修的郑国公 来 九王爷 简约了 我与当今皇上 绝取于草莽 百战而得天下 为的是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可不是为什么 高官显决 再则 立处之时 乃是有关国家未来的大事 自有朝廷众臣 与皇上一起在朝堂商议 在光明正大的宣告天下 岂能如王爷这般 与一二众臣 绝于暗时之中 名不正 则言不顺 我看王爷 你还是吸了这份心思 免生祸 你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宣皇早就属于当今皇上 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 所以 后来诸王争位 我却因此最早发觉危机 躲过一劫 说到这儿 我还得感谢你爹呢 王爷 你感谢的方式 就是命我铁家满门吗 先皇百战得天下 他生前曾有盐 诸子谁得传国玉玺 则得天下 而这传国玉玺的线索 又在这美人途中 为了得到皇位 死几个人算什么 谁能载舟 亦能复舟 王爷 你是天下臣民为草剑 数十年来 为了一己私利 动辄灭人满门 害死这么多无辜的人 就算你做了皇帝 也必定不能长久 无辜 你说谁无辜 商官如风不用说了 你爹铁中堂 一将功成万古枯 他杀的人少吗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去 所谓对错 只不过是一种选择而已 事无对错 心有善恶 为恶的 或许能得逞一事 但是最终要被推翻的 上官如风的今天 就是你的未来 我的未来不用你操心 我劝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我劝你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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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追 追 站住 楚将军 都写了 这 这是抓幽灵公子的证据 王华 幽灵公子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们放心 我们现在就赶去七霞山庄 好 敢问 这位是 我们走吧 走 走 是 是 是 楚云霄 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就问吧 兴许今天咱们聊得开心了 我还能饶你们几个不死 九王爷 你以为杀了上官如风就完了吗 我已经把你与他勾结的证据 交给我爹了 也许现在 朝廷的大军 正在来围交你的路上 来人 你说的就是他们吧 啊 是乔舵主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们 楚云霄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吗 你是不是还想着你爹会带朝廷大军赶到 将我与上官如风一网打尽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白费功夫 我不得不说你这个办法虽然简单 但却是有效的 但是你们不知道 我这些年来培植党羽 搜集粮草 只差一步天下就是我的了 你要谋反 谋反 我是先皇的嫡子 皇位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而我现在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而已 你去人做梦 从前说 你是铁中堂的儿子 往后说 楚天阔是你的爹 他们俩 一个镇国将军 一个府国将军 都是朝廷大员 我念你父亲忠心为国 只要你归顺于我 并给楚天阔修书一封 祝我一统天下 则你之前对我的冒犯 我既访不咎 并许你继承铁中堂爵位 如何 笑话 我楚云霄 就是去死 也不会跟你祸害苍生的 楚云霄 好 既然如此 我今天就送你去见你爹 铁中堂了 来人 来人 黄叔 这是何必呢 刘哥 给朕让开 你可别忘了 你的镇南大将军可是朝廷给的 而朕就是朝廷 刘哥 你们谋反篡国 如今大势已去 现在束手就擒 或许还能将功补过 为自己争取一个活命的机会 刘哥 算了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自从幽灵殿事件后 我就知道 这幕后的势力绝不仅仅是一个江湖组织能做到的 朝廷上我一直在暗中调查是谁在不断地迫害忠臣 江湖上我也在调查又是谁在暗中勾结幽灵殿 渐渐的一个人开始浮出水面 那就是你 九王爷 你空口无凭 但听你一面之词 皇上怎么会相信你 你暗害朝廷忠臣的证据 我早已交给皇上 至于你跟幽灵殿相互勾结的证据 你真的以为孝儿没有送出来吗 来啊 皇叔 开皇十三年 皇祖父 令诸位皇叔镇守天下各府 为此打造一十三枚亲王令牌 这应该就是您的那一位吧 王爷 尚有朝廷中陷害众臣的证据 下有你勾结幽灵殿的证据 现在加上你有暗中调兵 迢迢死罪 还不服法 来啊 押下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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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我的好孝儿 爹 一切都结束了 那些丐帮弟子不是都被九王爷抓了吗 那你怎么把证据送出去的 那位前辈不愿意卷入朝堂争斗 在凉厅等你们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郭婉华 对不起 我当时不应该打你 小公鸡 别破坏巴巴的了 还是我认识的鸡血缘嘛 伯母 伯母 你是 你是 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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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娘 娘 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不来看我 当年你外婆将我弄晕 悄悄送出神水宫大殿 我因此逃过了一击 你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很想回去找你 可是娘怕脱离你们 可你知不知道 你走之后 爹他一直在找你 他在临死前的那一刻 还在念你的名字 家人不就是应该一起承担风风雨雨吗 你为什么能这么狠心猫想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星儿 娘一定好好补偿你 你活着 就是给我最好的补偿 好孩子 都是好孩子 娘 伯母 这次我们能够化险为夷 都是您的功劳 此次能够将九王爷绳枝于法 靠的是你 还有楚将军的未雨绸缪 其实我第一次救了你的时候 就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所以我去找将军求助 他托我把这封信给你 后来的事情 你们也都知道了 哼 帮复皇室 引得他们自相残杀 这些我都已经告诉了皇帝 从今天开始 再无美人徒 再也没有 前朝的恩仇 有的 只是星儿的母亲 伯母 您放心吧 以后啊 我会和星儿照顾您和我爹的 好 孩子 我知道你喜欢月儿 你为什么不告诉月儿 当年在华山派 跪了整整一晚上 求我不要逼着他 嫁给南宫夜的人 是你呀 胡大哥 齐大哥 你们两个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冷居天涯拜 吃好的喝好的 你呢 我喝完这杯酒 就准备回华山了 晓月 你能不能 不回去啊 我认识的胡大哥 总是兴高采烈 喜气洋洋的 只要有酒喝 脸上的笑容就不会消失 你一定要幸福 你以后准备准备做什么呢 我啊 也许 会接着跟在少爷身边吧 也好 但我 更希望你以后能真正地为自己活着 少爷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他希望我自由 也许有一天 我会离开他 什么希望你自由啊 我看啊 他八成闲宁碍眼 现在心里啊 全是冷星辰呐 哪还记得咱们兄弟啊 来 来 倒酒 过愁前路 无知 天下谁人 不知君 这边 最化肉 真是爱恨清仇 构如一万里秋 往事不必回首 江湖烧 刀起走狠的岛 千盏把黄的剑 不如把酒唱歌谣 最后落成全爱恨情愁 走入一万里酒 往事不必回首 驾 驾 心儿 此生能遇见你 一定运光了我所有的运气 一生太短了 你要好好爱惜自己 我才有更多时间爱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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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